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经济营销节上我跟他同台也演讲过 我记得科特勒那次演讲的题目是 营销是一种美好的生活 我演讲的题目是 Marketing is everything Illering is marketing 营销在任何事情当中 任何事情都在营销 但是你把所有的营销的书都翻完了 所有的营销的课都听完了 你会发现中国人用一个字 我们山东人用一个字 把营销就给定义了 而且非常准确 你离开了这个字 你那个营销定义可能都走偏差 什么叫营销呢 就是满足人的需要 这个字念如 可见营销的基因 我们山东人早就有 但是我遗憾的时候 我到曲府去 转了半天也没找到这个如字 人的需要这个字念如 所以中国的汉字自行常理 自因同意 沃尔玛的创业者三姆威顿讲 他说我最初的创业灵感 是来源于中国古老的人如江 至于道 居于德 依于人 犹于意 但是多数人一辈子还在犹于意上 所以一个人是不是一个优秀的企业家 不仅仅局限于你到底赚了多少钱 而你到底关爱了多少人 你爱护照顾了帮助多少人 所以你注意看 如世道文化里面 都在关注人文关怀 人与人之间的关怀 所以《道德经》的德字也是双人旁 这个德也不仅仅指的是品德德 孔子讲的知德者嫌疑的那个德 实际上孔子在这个时候 呼唤人解决人的终极关怀问题 水不停地流淌 时间就像水一样 不断地消耗 人的生命一天一天走向最老 但是今天的人都被功名利禄 迷住了 成了财富的傀儡 金钱的奴隶 一辈子不追求道德 不追求解脱 不追求真理 所以大学之道 在明明德 在亲民 在止于至善 明明德 是一个明心见性 自觉自悟的过程 亲民 心民 就是不但要自觉 还要觉他 不但要自度 还要度他 所以你整个看看中国文化的根基 那么毛泽东懂如世道文化 所以他才把为人民服务 作为我党的宗旨 我们老一代的创业者 都是把为人民服务作为宗旨 所以长春世今 这天我去为什么有蓝天 那是最大的人造森林 在那敬月潭 那就是肺 包括我到那个茶干土一看 那就是肾 你不要小看那一片水晶 今天那个艇 快艇在里面 刷刷一转圈的时候 里面那个鱼刷刷蹦起来 当我看到那个景象的时候 我发现 太难找这样的地方 你看那个卢椅荡里面 一片片各种那些鸟 各种的鹤 各种就在那里骑 然后里面有野鸭了 看到游的时候 那个环境 一定 我说你们把这个保护好 就是一种功德 通过国序专家 翟鸿燊的讲解 我们知道 所谓人 就是指企业经营 应当以人为本 为社会和解创造财富 那么孟子所说的 仁义中的义字 又该如何理解呢 另外这个义字 你好好看看 这个文化的基因 你看看 义字 上面是一个人民币的仰角号 底下是一个我字 能挣大钱的人 都是仁义仗义的人 这个传书写得更明显 传书是这么写的 上面是人民币的仰角号 下面是美元 凡是能赚大钱的人 都是仁义仗义的人 同意吗 所以我们 也经常开同学会 尤其是开高中同学 中学生的同学会的时候 我就有时候观察那个现象 因为大家离开的时间比较长 上中学的时候 一到买电影票的时候 我们总是抢着往窗口里付钱 来来我买我买我买我请客 但是我发现 每次到买电影票的时候 总有人在那个地方 锁不上自行车 人家在那抢着买票 他那个自行车 不知道怎么那么难锁 那边票也买完了 他自行车锁锁上了 一到吃完饭的时候 人家都抢着结账 他不是这个时候上厕所 就是什么事 回来的时候 来来来我来吧 人家早弄完了 那个时候叫买冰棍 买雪糕 一到这个时候 他不是扣截不开 就拿出个大票破不开 反正同学在聚会的时候 若干年过去之后 我就发现一个现象 那些老抢着结账 抢着付账的人 到现在没有一个缺钱花的 个个富有 那些老锁不上自行车的 没有一个发财的 其实有的时候 你挣不上钱 往往是因为朋友太少 和朋友质量不高 同意吗 我到西乡去讲课 他们领我去登笔干 去看这个笔干墓 这个到了笔干墓 这里我不知道在座的 有没有姓林的人 姓林的人应该知道 你的老祖宗就是谁呀 笔干 那我们家里供的文财神 财神爷就是笔干 那你要学笔干的什么呢 就是学他的忠 学他的信 这个在论语里面 专门有篇胡讲 这个忠述而以议 讲忠诚 讲忠信 一起跟我讲 人 一辈子 总要忠诚一次 才能有大出息 当一个人 为一个理念 一个信念 坚持到一定的时候 很多人 才开始为你坚持 所以企业的起字 就是一个人字 加上一个止字 有一本书我也建议你回去学一学 那本书叫止学 止于至善 那里面都讲这个止字 但是有的人 像你们在座的 不涉及到那个情况 我看很多的年轻人 三月不到换一次名片 三月不到换一次名片 那很难有出息 有的人手机号 一个月都换一次 你连个电话号码都忠诚不住 所以老换电话的人 你跟他办事就要注意点 这个字念忠 忠字在伦语里面 也有这样的解释 比如说 都是与人打交道 包括你用在与人交往上 用在商业行为上 都是很重点的话 所以《易经》里面这样讲的 利者亦之何也 他一定是这样的 钱再说钱越花越多 股份越分企业越大 所以在大学里面有这样一句话 叫财善则民聚 财聚则民散 比如说搞教育 在做培训的时候 很多教育观点 都是应该去借鉴的 比如说 自行述修以上 无未尝无悔 自行述修以上 无未尝无悔 所以你连拜师礼都不行 你连学费都不愿意交 你给他一本经典 他也不会好好读 所以一起跟我说 学费 学费 交学费 是学习的一部分 我就注意观察 往往学费高的那个本 反而是效果最好 就像看奥运会的时候 自己买一张票的那个人 你怎么打电话 他说对不起 今天我有事 送给他一张奥运会票的时候 第二天你问他 那么好的位置 为什么你没来 他说对不起 那天我有事 什么叫有事 他自己没花钱 所以一起跟我说 钱在哪里 心在哪里 时间在哪里 收获就在哪里 《易经》里面有这样的话 何以守卫约人 何以拒人约财 所以在金钱观上 我们都有这样的指导 再说花钱是可以提弃的 财大才能什么 弃出吗 再说挣钱只有一个目的 大神跟我说 挣钱 声音叹响了 挣钱 赚钱 只有一个目的 就是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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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省钱一起装 还是为了花 还是为了花 二整明白 一起说最傻的人 最笨的人 就是把挣来的钱 不花 全都存在银行的人 银行 就是把那些笨的 不会花钱的人 钱拿来 给爱花钱的人去花 再说一个人是不是真正的富有 不在于你到底存了多少钱 在于你使用了多少钱 同意吧 所以一起跟我说 花完的钱 才是自己的钱 没花的钱 不知道是谁的钱 人不能把金钱带入坟墓 但是金钱可以把人带进坟墓 所以到该退休的年龄退不下来 我听说有的人六十多岁了 还起营业执照 还当法人 人家孔子说 三十尔利 四十不获 五十知天命 六十尔尔顺 七十从心所欲 而不欲拒 到六十岁的时候 还那么贪婪 还那样呢 就走反了 六十岁来当什么法人 你四十岁左右的时候 三十岁的时候 那个时候要承担责任 必须当法人 因为你要创业就那么干 到了六十岁的人 还退不下来 有人递给我名片 上面写着董事长 写着三个手机 我说你三个手机都当董事长 上课的时候 又会接个电话 又会接个电话 你在这上课 下面人老给你打电话 就说明他们不懂事 他们不懂事 你当什么董事长 你也不懂事 国序专家翟鸿燊 倡导人们 树立正确的金钱观 不应过分追踪名利 那么人生的终极目标 究竟是什么呢 那天咱们几个 长江商业院几个老总 在一起讨论 就是比尔盖茨这件事 对他们震撼非常大 大家知道 比尔盖茨52岁 宣布退休 开始做健康产业 教育产业和慈善产业 拿出来580个亿 所有的财产 去做慈善 其实企业家 最终最佳的归属 就是慈善家 当一个人 向外开始布施的时候 才是你向内 真正解放的时候 李嘉诚财产 三分之一拿出来 做慈善 巴菲特370个亿 拿出来做慈善事业 其实人的一生 绝不是仅仅被钱类死 这一定是这样 所以美国的钢铁大王 坎奈基说了一句话 他说一个人在富贵当中 死去是一种屈辱 所以人不可能把钱带进坟墓 但是钱却可以把人带进坟墓 所以对金钱的观念上 大家要有一个认识 所以这些文化 你注意看 其实人要做到千金散去什么 台富来 这些文化 好好在富贵当中 死去是一种屈辱 所以 比尔盖茨拿出来 580个亿 而且全部捐给慈善事业 他说给孩子留德 少给孩子留财 孔子说 无义而富切贵 与我如浮云 咱们孔子的文化 儒家文化 讲的是一粒合一 所以一个日本的企业家 写了一本书 你也可以看看 叫《轮语与算盘》 《轮语与算盘》 那里面讲的一粒合一 所以上次我讲西游记 我讲到金库症的时候 咱们有个老总我发现误性挺高 下课拿本就给我看 他说翟教授 他说这句话 我得回去好好误一误 我说哪句话 他写在本上 他说董事长最怕没咒念 但是人家回去 真的就把咒语琢磨出来 他说现在我哪用那么累 我挂张照片放公司就行 太上下之有之 所以我在参观 他的新卖场的时候 从一楼走到三楼 没有一个人认出来 他说我现在才像个 董事长 过去一个包装盒子 他不签字都干不了 所以有的人号称是企业家 你跟他聊聊 他那个格局 根本就够不上企业家 只是把兄弟姐妹的钱 都圈隆到你手里面 然后你不取之一名 用之一名 你以为你有钱了 就是企业家 绝不是那样 你不去回报自然 回报江山 那绝不是 所以企业家最重要的是 把责任建立起来 把格局建立起来 把境界建立起来 把胸怀建立起来 所以中国文化 不是让你不求功 不求名 不求利 其实一个企业家 到底看你 关爱了 照顾了多少人 另外我们不是 不求功 不求名 不求利 但是我们的文化 畅导的是 求功要求百事功 求利 要求千求利 求名 要求万代名 这次汶川地震 发生一件事情 这个样很多人 都挺震撼 就是网上也评出来 一个叫最牛的校长 这个人叫叶志平 在512汶川大地震当中 灾区学校的灾情 最为严重 然而 由叶志平担任校长的 桑枣中学 两千多名师生 却无一人伤亡 因此被网友尊称为 最牛的校长 那么 这一奇迹 是如何创造的呢 他当班主任的时候 看到学校有威防 他就有忧患意识 领着学生进行防火 演练 防阵演练的时候 别人都不支持 但他经过努力 当上了校长了 这个时候 他就有权力了 弄来钱之后 有钱了之后 就加固学校那些威防 他更有远见的是 干一件事 领着学生进行防火演练 火灾的时候 楼上的人怎么跑 楼下的人怎么跑 离窗近的 离门近的 都应该怎么跑 到了关键时候 怎么救生 他最有远见的一件事 领着学生进行防阵演练 而且他详细地计算了 他有多少名教职员工 在八级左右的地震 必须在一分零四十秒 跑道 跑出去站到操场上 人就有救 结果汶川地震发生了 也就是512下午14点28分 地震发生那一刻 他没有在学校里面 震完了的时候 当他跑到学校的时候 他发现了一件事 我每次讲这个故事的时候 我眼泪都要吹 当他走回到学校 刚进大门 发现他的2200名教职员工 在一分三十六秒 全部站到了学校的操场上 学生站在中间 老师围着学生 连孕妇都跑出来了 叶志平看到这个时候 他流泪了 但他这个时候流出来的泪 不是悲伤的 而是欣慰的泪水 同志们多大的功德呀 但是有的人为了在台上照个相 报纸上登一下 捐个什么什么这个玩意儿 工程质量也不把握 钱到哪儿最后也不把握 最后干个豆腐渣工程 那就是老子说的 正福为奇 善福为遥 今天给你带华 明天你就是罪人 人要慎中追远 要善始善终做事情 所以没有未来远见的人 干今天的事情 很容易犯错误 所以人家问爱因斯坦 这个爱因斯坦的儿子 问他爸爸 他说爸爸那么多人 为什么崇拜你 爱因斯坦把他儿子 拿着篮球拿过来 他说儿子 上面假设有一个虫子 在爬的话 他一定以为他爬的是直线 但是爸爸早就知道 地球是圆的 过去我们认为 好像太阳月亮都围绕了地球 但后来发现不是 所以爱因斯坦的思考 已经进入了时空隧道 才有一等于MC的平方 所以把这三句话 跟我读一遍 一起说求功 要求百事功 求力 要求千秋力 求名 要求万代 另外好多企业家 把论语里面这句话 都当作为名 就是人以为己任 实现企业利润最大化很重要 但是归根结底 还是你到底关爱 照顾 爱护了多少人 是人以为己任 所以原话这么说的 是不可以不红意 任重而道远 人以为己任 不以重 死而厚 不以厌 这多厚重的文化 何为人呢 人者爱人 何为人呢 所以 伏人者 己欲利 而利人 己欲达尔达尔 这哪用半部论语 知天下 这几句话 都知天下 所以你注意看 如世道文化里面 都在关注 人文关怀 人与人之间的关怀 这一集过去专家 翟鸿燊 把中国传统的儒家文化 与现代企业相结合 为我们阐述了 仁义二字的深厚内涵 同时 他还倡导人们 应当至从高远 求百事功 千秋利 万代名 另外 人生在世 为人处事 离白与人 沟通交流 那么 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 还包含了哪些 人际交往的智慧呢 敬请关注下集